今天是7月22日 青帮的消息 就在最近几天 青帮魏都宾战争比较激烈 经过连续多日的作战之后 军人溃败 又一个重要的城市 魏都宾寺被清革命军收复了 今天革命军在军人溃逃的路上 发现了上百具尸体 有军人的 也有军人家属的 很多人是被饿死的 在现代的社会竟然能被饿死 可想而知 他们经历了什么呢 他们的尸体都被军人来不及处理 又是一场人间的悲剧啊 为什么还要逃跑 还惦记着军人会来迎接他们 他们想多了 军人他们自己自顾不暇 哪里还会管这些插屁股纸啊 他们是用完就被扔了 活活的被饿死 估计逃离魏都市的时候 他们想没有想到 军人没有来迎接他们 他们也在路上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带的食品也是有限啊 也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 所以他们被饿死了 军人集团欠下的一笔笔血债 数不胜数 唯有认清缅甸的形势 早日掉转枪口对准 明儿来武装 据20日军方的报道消息 曼德勒新故事被革命军收复之后 但20日又被军方给重新夺回来 那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今天革命军拿出了证据 视频当中 新故事一名中校团长 一名少校营长 三个三位连长 及另一些军官及士兵被抓获 还同时抓获了有市政官员 曼德勒新故事 是第一个所属的曼德勒市专区 让军人脸上无光 千方百计想要夺回 这也符合比较正常的常理 为了稳定军人集团的玻璃心 靠说谎夺回师弟 那就太搞笑了 胜败其实乃兵家常识 军方有能力打败革命军夺回城市 革命军也不丢脸 但无中生有靠欺骗打仗 也是让人无语 也许先任的魔头亲信 担任的曼德勒军区司令 知道这个魔头爱东瓜的浩大喜功 无比的残忍 故意谎暴战情 让他高兴一下 反正追究下来的话 可以说人民共防军太强大了 我又被打败了 本来他们之间就是尔虞我诈 相互欺骗 看这魔头明昂来的样子就知道 身高不过一米五 脚蹬蹭天高 走路大跨步甩手摆尾 嬉皮笑脸 这是个什么货色出口狂言 没有他爱东瓜不敢干的事情 是他的口头禅 我们也知道 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他就是靠吹牛逼拍马屁 赢得了老军头 单随的轻秒 当上了三军总司令 他的拿手好戏 就是倒头败 见到和尚 见到上级 一路顶礼膜败 对待同僚 威胁利诱 对待下级 穷凶极恶 就是这么一个二雕的 把整个缅甸国家推到了 风口浪尖 成为了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现在可是缅甸历史上 最为黑暗的时刻 过去的几十年至今 军事集团终于将要走到了 最后的尽头 他们一会儿必将定在缅甸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家伙为自己的一己吃力 与国家与人民不顾 祸害国家与人民 毫无廉耻之心 其实他们是罪大恶机 人神共愤 迎接他们的就是清算 我们再播报一下国家同盟军在拉絮的消息 据可靠的消息 拉絮通往仰光的车站也被同盟军所拿下 拉絮大型指挥部攻坚站正式拉开了序幕 战线迅速向城区推进 41营成了战事的焦点 据缅媒消息 7月21日至22日 拉絮已经基本进入了大型指挥部攻坚站和巷站的阶段 双方在拉絮西南侧 南侧 东侧 东北侧和北侧 持续的爆发了冲突 拉絮缅军虽然全面退入城区 看似丧失了主动权 但实际上他们还剩下多个大型的阵地群 这些阵地群规模大多数比木姐105码战略高地要大得多 而且互为一角能够互相增援 目前国杆同盟军及缅甸军人在拉絮的拉絮会战 是东南亚过去近5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的攻坚站之一 将载入东南亚及亚洲战史 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拉絮的缅军主要的营盘分布区域可以看到 缅军其实在拉絮的防御体系较为科学 几乎在四面八方都有牢固的据点 所以同盟军想要夺得最后的胜利也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缅军据点群之间也有较大的缝隙可以交叉的进入 尤其在拉絮的西侧据点较为稀缺 同盟军可能会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所了解的目减105码高地面体仅为1万平方公里 而国杆同盟军若开军德昂军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在2023年12月中旬彻底拿下 而拉絮至少有5处类似的战略高地 正常需要5倍的时间那可能是用不了 但是没有那么短的时间内拿下 除非缅军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 7月21日211旅为主的同盟军主力在大佛塔附近 持续向41英联合指挥部发动进攻 随后同盟军攻入这片阵地的群一角 建立了战地支撑点 事迹向缅军据点群内部逐次扩张 由于41英近期成为同盟军进攻的重点 不排除41英在507英之前落入同盟军之手 截止7月22日下午3点就是今天 41英仍然在是双方冲突的焦点 同盟军还动用了无人机编队 对缅军据内部迟迟了打击 缅军则利用据点内的临时的炮兵阵地进行反击 交战区域附近腾起了滚滚的黑烟 双方战况十分焦灼 这是拉修自197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战争场面 在拉修的四面八方的卫星城 几乎都被国港同盟军所拿下 7月21日211里仍在合围缅军的507英 由于该营所在第第五宝 基本上一半以上的面积都遭到了同盟军的攻占 该营沦陷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大 补给也只能靠缅军的空中力量 缅军的陆军部队增援的可能性几乎不大 不过由于该片据点面缅军庞大 缅军仍然有一定的回旋遗地 截止今天下午3点 缅军507英仍然在缅军手中 但同盟军还是加快了进攻的力度 缅军这些大型的战略指挥部 在桂凯等地每一个城镇仅有一座 比如木杰105马大孟一和孟菊等地 尔拉修一个城市就有六七个的大型营地 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还有明暗掩体 根据国管同盟军最新流出的战报 我们也知道 拉修要被解放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后面会分享一些视频和照片 就是最近关于缅甸的情况 就是这些发展虽要专门的 人们已经有两个历转的 董功能 就是аемся在看 这么多的客战 我们越来越来越多 只是我们的成年 都已经学习成了 我们的职源 我们的职竞 这些一个人 大家去踢在高兴的 安稳 谍 Dud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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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雑誌 去雷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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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